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一樣要來介紹小東的家啦 上一集給大家票選後得票數最高的是戀戀 戀戀家的整體配色都非常可愛 在這一輪跟巴克斯的票數一直很接近 戀戀的賀圖一樣會放在IG上 而這週也請大家在影片結束後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這一集裡哪隻小東的家喔 大家上島的前五隻島民住的都會是長一樣的小木屋 俗稱樣品屋 而我影片介紹的是從第六隻以後入住的島民 才會有的個人特色屋喔 如果你看到房子長得不一樣 那就表示說你家的那一位是前五隻住進來的 還有我是按照amiibo卡卡號順序介紹動物的家 不要再催我介紹誰的家啦 我會照號碼一一來介紹的 話是這麼說 但我今天要介紹的是最近才新增的島民 也就是與傘溺游合作的六位新居民的家喔 大家可以把這一集當作特別篇來看 下一次開始就又會回到原來的編號繼續介紹了 今天第一位要拜訪的是莉拉的家 莉拉的設定是一位熱愛Kitty的狂粉 她連房子的外觀都是Kitty的配色 這裡就是莉拉的家啦 使用了Kitty牆 與Kitty地板 看得出來是個狂粉的房間喔 進來地板上就有一個大張的Kitty地毯 給大家踩她的臉 這邊擺設了長的跟積木桌 積木以很像的Kitty桌與Kitty 桌上則放了一個Hello Kitty盆栽 這個盆栽跟最近復活節的新盆栽擺在一起 應該會很好看喔 旁邊這邊也有一個長得很像積木矮櫃的Hello Kitty抽屜櫃 牆上掛著Hello Kitty時鐘 長得很像積木床部的Hello Kitty床部上面 有放一隻熊熊玩偶在旁邊非常非常的可愛 這邊牆上掛著一件Hello Kitty連身裙 牆上這邊有一隻身上有花紋的熊熊 大概是這間房子裡唯一一個不是Hello Kitty系列的家具喔 但它還是讓熊熊穿了類似款的藍白條紋上衣 好玩喔 我怕你會撲下來 這一隻 grabbed一隻熊熊使用然後搔拌 在一隻細節約四次進去 我NPK想要好玩喔 好玩喔 因為已經煙熊時裝著 接著第二位來到了馬丁的家 馬丁是布丁狗的狂粉 連房子外觀看起來都是布丁的配色喔 這裡就是馬丁的家啦 使用的蓬蓬布林牆與蓬蓬布林地板 因為太難練了 等一下蓬蓬布林我要全部改叫布丁狗 不知道為什麼馬丁的房子看起來特別大街 進門口就有一個大家都很喜歡的布丁狗地毯 來聞看看是什麼味道好了 馬丁家這裡還放了一個鑄田木廚房 上面還放了料理秤 會是專門拿來做布丁用的嗎 另外一邊還有可愛DIY桌 3DO的角色們都很適合可愛系列的家具來做搭配 角落這邊有個布丁狗架子 這架子上面還有櫻桃與鮮奶油超可愛的 旁邊也裝飾了一件布丁狗T恤 馬丁自己也穿著一件一樣的 同樣一件衣服買兩件看起來真的很喜歡 布丁狗床鋪很大張 還有一隻貓咪玩偶躺在上面 要睡的時候也是可以直接給它壓過去 床的上方有布丁狗電視 但擺在這個位置要怎麼躺床看電視呢 布丁狗桌與布丁狗椅 布丁狗桌外形完全就是布丁 超可愛的 上面還擺了一個布丁狗布丁 好饒舌喔 看起來就超級好吃的 只是仔細看這邊的每個傢俱的背面 都沒有忘記 少硬布丁狗的菊花呢 我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 都有餐俏的 畫面 全部都沒有補充 像是霜子 有一些東西 譜 不宜得好 vemos 接著來到彩新的家 彩新的房子外觀跟上週介紹過的恋恋的家 直插門長得不一樣 一樣是粉紅色的外牆與白色茅草屋頂 彩新的家好粉嫩的配色 使用了Kiki La La牆與Kiki La La地板 這系列的家具名字一定要這麼長嗎? 一樣門口進來就有Kiki La La地板 這次系列的地板每一個都超可愛 配上他們原本的地板好像兩位躺在雲朵上 這邊有可愛DIY桌 另一側有Kiki La La沙發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我還以為它是人魚系列家具 配色太像了 前面擺了一張形狀也超特別的Kiki La La桌 屋內也是放了一個粉嫩色系的積木影響 播放著KK要欄曲 Kiki La La的床鋪這麼大張好像兩人睡的 但只有放一張枕頭喔 不管你翻到哪一邊都只能躺到半顆枕頭的 上面還掛有Kiki La La時鐘 Kiki La La雲朵製造機 超級特別的家具喔 解凍後它真的會不斷噴出雲朵來喔 上面的貓咪也會跟著白光喔 要不斷噴出雲朵 大娘的故事 要不斷噴出雲朵 你們要不斷噴出雲朵 吃過黃衣裳 嗎 作字路 都不斷噴出雲朵 也有 咪 了 假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是菲卡的家 菲卡的房子外觀也是跟曾住在我島上的克力奇家很像 菲卡的家 菲卡是大耳狗的狂粉 家裡使用的是CINNAMON牆與CINNAMON地板 這地板跟上週介紹過和平家裡使用的酷桿油漆地板有87%像了 大耳狗的地毯是他窩在杯子裡 非常的可愛喔 菲卡房間也是用了可愛DIY桌 另外一邊則放有冰箱與瓦斯爐蓮烤箱 上面還放了一個熱水壺 不知道是不是泡咖啡用的呢 這邊角落還有一個大耳狗凳子 上面放著可愛音樂播放器 播放著KKBASSANOVA 大耳狗版跟菜單黑板一樣的用途 超級可愛的設計 從背後看還會發現這個傢俱做得超精細的 旁邊放了大耳狗洋傘 很可惜這傘連菲卡坐下時都遮不太大 有點太小了 大耳狗沙發與大耳狗桌 桌上還放了大耳狗托盤 是個可以悠閒度過下午的小角落喔 未來的介面 未來的熱野會 最多的熱誇張 不太多熱誇張 我多熱誇張 不太熱點 缺席的房子也是粉色加白色 看起來就是非常少女的配色 也很適合MyMelody這個角色的顏色喔 缺席的屋內也是一整個粉嫩 使用了MyMelody牆與MyMelody地板 MyMelody地毯很大一張 而且它還有蕾絲邊喔 這邊有一座古典浴缸與淋浴組合 但是沒有放毛巾還是止滑電的感覺有點危險喔 缺席家也是有可愛DIY桌 後面這邊還有一個瓦斯爐臉烤箱 擺設的位置頗為妙的耶 MyMelody床鋪 旁邊還有MyMelody梳妝台 床尾與梳妝台的抽屜都有一個愛心喔 MyMelody桌是個小房桌 上面放了可愛音樂播放器播放著散散步 上方還掛著MyMelody時鐘 現在時間九點半看起來好像十針插到眼睛 看了有點痛 這邊角落還有一個暖爐 上面放了擴箱棒 這裡也放了一個MyMelody的椅子喔 看起來是個老奶奶搖一眼 仔細看它的坐墊位置 還放了一個愛心形的坐墊 看起來就很貼合屁股應該很好做喔 雖然他擺這個位置完全沒打算要給人做就是了 我幫你拿著我的手 餅乾是小鈴薯 碗子 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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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屋內超級和風的東比 使用的Kero Kero Kero 皮牆與Kero Kero Kero 皮地板 這個家具名字是要整我是不是 待會統一都叫大眼蛙 大眼蛙地毯的材質看起來是草稀還是榻榻米的感覺 非常特別 大眼蛙橋樑超級美的 雖然無法站上去 但無論是橋的樣子還是下面的水池 以及旁邊的大眼蛙石頭都超級好看的 大眼蛙餐台是個荷葉形的小桌子 上面放了大眼蛙甜點 應該是超好吃的抹茶口味甜點吧 旁邊有竹子音響播放著KK領主 大眼蛙石燈籠也非常好看 中間有個荷葉形小洞 能看到裡面的蠟燭 後方放著了三個大眼蛙走廊 為整間房間加分很多 上面還放了一個晴天娃娃 滿滿的認識風格 讓人想穿著浴衣坐在上面吃西瓜 玩仙女棒的 玩仙女棒的電影 玩仙女棒的手 玩仙女棒的雞 或雞屠火 玩仙女棒的牛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一次介绍了六位动物军民的家 如果今天的影片大家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并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喔 感谢各位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by bwd6